过了三十的女人,你一定要明白这六个道理 一,如果你已经三十多岁了,就该明白 不要因为寂寞而随便爱上一个人 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更加的寂寞 女人最大的幸福是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 如果没有,那请你自己爱护好自己 二,生活很艰辛,但是无论怎么样你都要爱护好自己 不要整天忙着工作 你付出了那么多,就该得到相应的爱和幸福 生活的质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态 如果家常离短,闲言碎语让你心累 不妨找四五个知己,啦啦家常 三,好朋友是相互欣赏的,而不是相互利用的 很多时候,友情比爱情更加重要 在自己失恋或者婚姻受挫的日子里 往往好朋友陪你度过这些不堪的岁月 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经历 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特别是在婚姻里,与其相互伤害 不如用心过好当下 认真地守护你们的爱情,友情 守住在身边陪伴你的那些人 五,婚姻总归是要走向平淡的 不要总是想着自己要有怎样的一段婚姻 自己的男人应该怎样的爱自己 等到别人来爱自己,不然主动地去爱别人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享受,而是两个人的狂欢 六,女人的一生没有几个三十岁 要学会经营好自己 面对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再次选择的机会 所以做什么事都该好好地把握机会 对待感情要专一,对待婚姻要坚守 对待事业要用心 女人在三十岁的时候也是人生一个小高峰时期 应该好好地把握住